Hello 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如何将电脑或手机画面投影至电视萤幕 电脑的部分呢,我们可以使用Aerror Parrot 这个软体是Windows跟Mac都可以使用 另一个则是Cast Screen 这个功能是能将画面投射在与Google Cast相容的电视或装置上 如果Android系统的手机都有支援这个功能 可以将手机画面投影至电视萤幕 另外手机也可以使用Screen Mirroring来做萤幕的同步放映 Aerror Parrot这个软体是需要付费的 但它在官网中有试用版可以下载 试用期为7天,然后Mac跟Windows都可以使用 安装好以后我们点选桌面的这个图示 然后点选试用 再点选你想要投射到的装置 出现黑色勾勾之后就表示连线已完成 此时你电脑的一举移动 包括滑鼠的游标就会在这个装置上显示 那上面还可以调整音量大小 以及滑鼠游标是否要有光圈 点选右下角的设定 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调整 如果只是单纯想要播放影片 我们可以尝试Google系统支援的cast screen 那我们以YouTube来做示范 使用Google Chrome播放YouTube 或是云端硬碟的影片时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小方块 然后你就可以在你的影片投射到想要的装置上 我们可以看到电视上只有出现这个影片的内容 并没有其他周围的东西 而电脑萤幕的影片是禁止的 当我们在播放影片时还能做其他的操作 不会影响到投影的内容 回到电脑的画面 我们可以将其他影片按右下角的加号加入播放清单 那这个时候呢电视上显示的画面并不会改变 会继续播放第一支影片的内容 就算离开网页做其他的操作 也不会对播放的画面有影响 在手机上的操作也是差不多的形式 点选投影的按钮之后 我们选择想要投影的装置 眼线完成我们就可以选择想要投影的影片 按播放就能开始投影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手机的画面一样是禁止不动的 然后我们可以做其他的操作 例如把其他影片加入播放清单 另外如果我们想要投影完整的手机画面 我们可以选择screen mirroring这个功能 中文叫做萤幕同步显示 有传送画面与接收画面可以选择 在这里我们以传送作为示范 点线成功后 手机画面就会完整的投射到装置上了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第一个在电脑上我们可以使用error parrot 来做萤幕的同步投影 电脑上的操作一举一动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那第二个是单纯播放影片的cast screen 电脑与手机都有这个功能 最后一个则是screen mirroring 能将手机画面一举一动同步投射到萤幕上 我的介绍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